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往生了 真的啦 也没关系 各位 我告诉你 你们都不要当帮我做华会 都不要 你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吗 你知道为什么 我坦白跟你讲 没有用 真的没有用 你知道为什么没有用 华会如果有用 明朝的太会成人先因 仅仙少无事 牧生中西施 不会只活到二十岁 他们全部的高僧大德 全部都聚集在宫中 天天都在做 各位听懂吗 清朝更是信奉上传佛教 天天都在修法 修了多少 各位 我告诉你 所有一切是因缘所生法而已 我从上次得癌症到现在 六年 你看 我六年没有住院那么健康 你知道这个原因何在 我如果没有这六年 我怎么能够跟我们的 丘尔师姐感情那么好 孩子能哪进入到华界 怎么可以美娟跟师兄来做这个 跟叶师兄以前我们万万之辈 现在我们心心相细 尤其跟大姐 你看你的这个阿贵怎么走的 他是这么有福报的 跟二哥 我们以前 中间没有联系 跟各位菩萨 各位一定要知道 所以这一切都因缘所说 可是你们只记得一点 一定记得一点 你们要把华脉传承 要把新华传承 新华如果不传承 再过二十年我有估计 台湾会没有佛法 只有学术 因为佛教 第一个变成观光旅游的景点 今天还有人在台湾 想买大块地 去做观光旅游的景点 这个我知道 这个花都要好几十亿的 第二个 学术的中心 所有的佛学院 全部在做学术 没有路法界 很会写论文 各位佛教绝对不是学术 等一下你看达末祖师这么讲 你入了法界以后 你那么多经典有什么用 那是大学部研究所 在写论文的 跟你开悟有什么关 各位听到懂不懂这个意思 佛陀要命是入法界 不生不昧的法界 入法界才可以真正利益众生 这些世间法的一切 是一切造因缘 你花了一千亿 去拯救非洲的难民 他还是非洲 给我告诉你 你知道非洲为什么 今天那么痛苦 你知道吗 从二战以后 大家都开始关注非洲 可是非洲为什么美况愈下 因为非洲的那些领导者 那些假界民主制度的领导者 因为非洲几乎都是以前 英美化意大利的殖民地 他们都是用民族制度 可是那种选举也不一定公平 可是他们当了执政者 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让非洲永远贫穷 我才可以在联合国 争许很多的金费来拯救 贫穷的非洲 其实一半都是这些权贵者的口袋里面 跟阿富汗一样 我讲的这个是真实的 你知道不知道 所以非洲你要用世间法拯救他 不可能的事 为什么 因为世间的五着恶事 本来就贪心的世界 本来就 佛陀也讲 佛陀讲说 有人问说 佛陀贪心的世界五着恶事 怎么变清净 佛陀说 物质上现象上 没有办法变成清净 只有心境国土境 各位你要懂得 你佛法 我们是佛陀的血脉 你不知道在做这个 而且说实在的 你做这个 你是不是拿别人的钱来做这个 本来人生出来 生不带来 此不带去 你出生的那一刹那 你没有任何毛钱 你死后也不带任何毛钱去 可是你现在为什么很有钱 是因缘所生化 是别人赚钱给你的 郭台铭为什么那么有钱 员工有好几百万 好几十万 连着赚给他的啊 他只出一支锤而已 但是他真的会领导 不是一支锤就厉害了 但是他真的会领导 要买的福报 所以所有的一切 都是无中生有的因缘 你拿无中生有的因缘 再去做 做这些再叫做布施 这个哪是布施 布施是功德才是布施嘛 我们讲经讲到现在 什么才是大布施 什么才是大布施 能舍才是布施嘛 所以各位我跟你讲 今天我一定要来讲长居士 他最后要往生的时候 各位呢 他跟他的女儿讲一句话 那女儿是一个大富华 女儿是大菩萨 他说 我们实际上讲贪嗔痴 贪 他说 离贪 离贪则是布施 什么人是布施者 离贪是布施 离称则是大慈戒 什么人是慈戒者 不是你说的我不杀到盈望求 有时候都太鼓子 是离称则是慈戒 然后再来 离痴 则是禅定 各位 庞居士最后讲的一句话 何谓慈戒 离贪及慈戒 何谓慈戒 何谓慈戒 离称及慈戒 何谓慈戒 离痴及慈戒 各位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真的你一定要懂